然后大家就觉得说 这个在哪儿 把重音放在哪个字上 它是一个包袱 然后我就是 我们就是上一家 然后孟哥就觉得 我们就是上一家 我俩吵了半个小时 所有人都吵蒙了 后来那句话也不是个包袱 能钻得进去吗 可以钻进去小孩子 你把头钻进去 我给你拍一张 好的 那还有一个 我是觉得 这有个很好的点就是 像这个东西是你可以触摸的 我发现龙哥 你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这种可触的感觉是很好的 你的那个 亲近的距离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是实实在在 可以摸到它 你看 这个小孩 我确定刚好在那儿 那个零件跟那个水塔 它俩造型很像 很像是水塔掉落下来的零件 在这个院子里面 掉落下来的零件 也就是掉落下来 留在这儿的回忆 我知道了 这些是失落的记忆 我们需要跟随这条路 去找寻属于这个水泥场 曾经的故事 我突然又想到 你看 那边是那个十八桶仓对吧 对 就是整个建筑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地方 刚好就是用这些零件作为一个 我游人来这儿 一开始看很多建筑我不懂 但是我通过这些零件的找寻 引导我们来到了这个建筑 所以说这儿的零件甚至可以更多一些 对 甚至它可以就是沿着这条路就是布满 对 我已经想想怎么搞了 要回去 谢谢 好 你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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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总 你好 余总 你好 余总好 余总 来 这边 可以了 是吧 人家可以 小龙要不你先说一下那个大概的思路 嗯 好 就是我们两个这次负责的一个项目就是 对他广场的附近的一个零件的调研 首先是这个基地现场会发现 单独去看他一个个体 我们可能会觉得他很突兀 但是我们的一个思路就是说 去保留曾经的水梨场的一些建筑和结构 其实我们想做这些的目的 就是想要去保留那一份记忆 那一份文化 这些零件就是最好的一个载体 它承载着那段记忆 我们可以人的尺度直接用手去触摸 可以看到上面还有一些铁锈 它就是时间所留下的 然后呢 我们会发现这些的零件 它在地图上是这样散步的 但是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条流线 刚好也是去到这个十八桶仓 它这些零件更像是线索 更像是我们记忆的碎片 我们去寻找这个记忆的碎片 捡起一段一段曾经的水梨场的故事的回忆 同时呢我们有一个畅想 这些零件它或许加上一些发光的材质 在黑夜中是引导我们最终要去向的某个地方 其实这个概念是很打动我的 我非常喜欢 它可以代表我们园区新与旧之间的一种碰撞 对 它是一种有温度的一个星球共存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你们能把这个方案继续深化下去 看到你们下一次的一个成果 冬珠宇 而且他跟甲方的这种表达 他感觉挺有底气的 是吧 他刚才看着 他也找到了一个答案 就建议师找到答案的时候 会很笃定地去保护自己的想法 喂 喂 徐经理您好 您好 我是直向事务所实习生小马 我可以跟您占用一点时间去对接下 那个金像书院里面这个树木的一个问题吗 好的 好的 司经理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这个 这个的话咱们这个后面后续就是保留在这儿吗 像这种树 像这种树 嗯 下来有一点写冷的 料 料 整个景仰书院最核心的是这些树 如果提刷刷地把它剁掉 我觉得也挺没意思的 这一根能尽量保留吗 这个保留不了吗 这个 你也搞掉了 这个怎么办 没办法保留是吗 可惜 确实可惜 这确实就很难看 这都是多好看 这个 这个可以保留吗 人家都可以保留 不是人家就具体 可惜 这是可惜 有些就是挺可惜 但是你确实没办法 你这话真是隐瞒学问 这些东西 确实我要是今天不和您交流 我确实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就也非常感谢您 他跟石工方已经完全打成一片了 我讲他接下来回头说服董工 天哪 关于71棵树 确定它的编号 树种 现状记录 现在这个树的位置 我们有扫描那个模型 比对一下之后 我会给到一个树木的一个 现在更新的一个信息 然后哪些树 其实是上一个设计板没有栽的 或者有些已经 移到了别的地方 这个还挺高级的 包括这个砍树 和一些养护的建议 他们觉得 你问的是施工方是吧 园林顾问 对 许总应该是生产经理 那你觉得这件事应该问谁 现在对接的人是砍树枝的人 砍树枝的人 你觉得他会怎么想 所以你应该问到对的人 去做这个专业的判断 就是树 在直向最敏感的一件事 所以你应该问园林顾问 问了 问错了人 跟施工方打成一件事 喂 贵贵 喂 我们的那个景观过去许工 现在在这个N7的东门入口 行 那我尽快赶过去 好吧 许工 你好 我是马慈瑞 我是小马 马慈瑞你好 你好 就是今天有一些树木养护的问题 想咨询一下您的意见 可以 你从前面修 这个小子把他剪掉不会影响到他 所以后期对他进行一个辅助 我拉一个钢丝借助这个梁木梁 可以往上稍微带一点 行 然后这一根的话 不是最小200吗 最小200基本上从这里结了 你从这里结还不是从这里结 因为你从这里结 它不落的木权到这里 这个节点这里它会发心芽 以后还要往上结 所以还得结在那儿 你从这里结 我们会涂的伤口愈合剂 伤口愈合剂 对 这里会形成一个蚂蚁 这一个分支已经枯掉了 如果想保留这种苍苍感 也可以保留 这个保留 保留 你看 对 其他的是不是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好 谢谢 谢谢哥 没事 要过去了 我要去拍照 师傅 马上问一下 咱 咱是什么时候安这个木枪了 马上就要安了吗 这个木枪 对啊 那那个树的话 你们 我们肯定割掉完了 师傅割掉它 已经割掉了 已经割掉了 天哪 这心里一颤我 这个树枝已经断了 它们已经去掉了 这树在指向最敏感的一件事 其实这个房子 最核心的是这些树 怎么办呀 对 不知道是之前 就比如第一期第二期 都在纸张什么做PPT 汇报啥 你说出点错还行 这直接就到工地犯错了 这就是残酷的地方 工地 王老师前面有一句话 他也给我留下印象很深 他说历史中的生命 建筑其实是为了 呈现这些历史上存在的 有生命的东西 但是这一点是无法跟其他工种 在价值观和审美层面 达到沟通之后的高度一致的 人能摸到树这件事 在新房子里面是很少能发生的 对 这是家里人家系列的 人家系列 大的零件 甲方觉得效果不太好 想打掉了 但是刘美院长提出还是尽量保留 工业逻辑其实是人是主体的 我们是万物的尺度 你转我的头我就砍掉你 我要从这走 你就得让路 这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生命之间的 这种位阶上的差别 所以这可能除了这种历史和文化的意义之外 另外也还有一种 我们跟其他生命相处的关系的判断 我觉得我还蛮理解他们的 我看到董老师这一点 我是非常非常尊重的 我感觉小马没有跟董工老师 在这件事上达成一种同评 董老师还是有这种坚持 他有这种小小的 可能旁人无法理解的小偏执 同意 这个其实就是职业的尊严 我想知道大家工作的时候 有没有这种小偏执 其实有没有哪个段子就不能改 这我说一个我昨天经历的 昨天我跟孟唐 我们俩排一个我们的情歌喜剧 你们就有一句词叫 我们就是上一家 七个字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 这个在哪 把重音放在哪个字上 它是一个包袱 然后我就是我们就是上一家 然后孟哥就觉得 我们就是上一家 我们俩吵了半个小时 所有人都吵蒙了 后来那句话也不是个包袱 这个就是偏执 因为做喜剧 可能你插一个字就 不是吧 不是吧 我觉得我这不算偏执吧 就是个人习惯 就比如说我去片场的时候 我就是一定要拿纸质版的剧本 哦 而且我一定得用我自己的剧本 然后我得自己画 然后自己拿那个彩色笔 把我那根画出来 就我看到这个在片场 我就特别有安全感 这是我自己的剧本 然后我在现场看到别人拿手机 跟我对策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他是不是不忠实我 因为我老觉得就是我这么拿手机抱 你就不知道他在干嘛 你知道吗 在玩手机 手机会影响 尤其当你拍民国写个古装戏的时候 你说你天天抱个手机跟那块吧 就感觉就是不太对 实体物品还是有魅力的 我同意 一个是有魅力 一个是我明确知道 他是在跟我对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